政府每一年用2億元去推行學生健康服務計劃 目的都是要及早識別 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學童 和向他們提供支援 遺憾的是我們的調查顯示 衛生署在推行這個計劃上有三個不足 首先是學童的出席率不足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片 在過去七個學年裡 學童的平均出席率只得六成半 換言之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每一年有超過20萬名 已經登記了這個計劃的學童 根本沒有去接受檢查 但是衛生署一直沒有去探討 為什麼這些學童缺席檢查的原因 一個主責的部門沒有去研究這些出席率偏低的原因 自然是不能夠採取一些針對性的措施 去改善這個出席率 這個不僅是白白浪費了公共的資源 也都令到這個計劃 是不能夠完全發揮它的功效的 第二個不足就是知會家長不足 在現行的機制之下 如果家長是沒有陪同的小朋友 或者她的子女是出席週年的檢查 除非那些個案是屬於一些衰轉介個案 否則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是只會將這些檢查報告 交回給學童 然後由學童再交回給家長 即使這個學童在個案的評估裏面 是被評估為有心理健康問題 而需要家長關注的裏面 她都是這樣做的 第三個就是跟進不足 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現在採用這個所謂叫做下連檢視的做法 換言之就是在轉介個案之後 就會暫停跟進 直到學童出席下一個學年的週年檢查的時候 才會去檢視它的個案 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是極不可取 我們不排除其實已經錯過了 對學童提供支援的黃金時機